各位朋友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新聞的視頻 首先要說回恆生指數的走勢 恆子從這個位置6月初 認為會有反彈的時間倉後出現 即是變本向Share 這方面的表説大家可以去檢查我們的早餐 大概是在專家視點這個位置 我們去拉回我們以前的文章 大概可以看到有提示性的觀點 在2號我提前說了 其實是30月31號就有說了 6月初是有反彈的 不過這個反彈可能不會有很大級別的一個情況 好 到了6月初反彈之後 我們在哪裡減倉呢 這裡是還未可以沽空的 這裡可能還會升一些 我們是直到星期四星期五 也就是說在這兩個席位才叫大家去做一個減倉型的操作 同樣你們也可以看看我們的早餐 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19號前20號附近 之後我們在直播 當然是早餐會給到提示的 基本上我們的直播的時間點 就已經說到了 這個位置是星期五是有一個上升 然後要適當去減持這個倉位的 因為這個星期之後 也就是說 19號之後的下一個星期 是會轉接向下的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也提示了 這個位置要減貨 而且這個位置要跌 現在開始跌的話 會跌到什麼時候才結束呢 或者這個調整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這個調整其實我個人也說了 它的時間會稍微長一點 幅度應該不會創新低的 但是時間會更加長 這個地方呢 就需要大家給點內心 因為呢 如果你們去回顧我們去年的測試的觀點的話 也可以提到 去年十月初就有人問我可不去奴底 我是不行的 還沒跌完 這裏呢 都還沒得 十月中都沒得 直到十月底 十月三日三日一號 我才認為應該是真正見底的 所以那時候呢 都是叫大家內心去等待的 那這次呢 同樣的 我一樣呢 都是在這個位置 給我們一些參考的時間點 就是這個七月中 才可能調完之後 去向上走一波 主星爐 那這方面的測試的觀點的話 你們可以看回我們的早餐 這裏大的一個思路 基本上呢 應該都是對的 目前來看 這裏見底 見底 見底 這裏呢 調完之後呢 反彈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可以說 今年的這些轉折位 全部都應該算是 在這裏 沒有太大誤差的一些 預測正確的 好 那看今次七月中 我不會給大家一些 正確的這個思路 以及呢 它是不是真的有反彈的一個動作 好了 那這方面呢 就是關於我們恆生指數 現在 目前是看到的一些方向 測試的一個觀點 好 多謝各位同學 對 各位同學 谢谢大家